怡心 就是我之前 我高中的時候 有喜歡過一個學長 就以前談戀愛不是純純的愛嗎 就覺得學長好帥 好喜歡 然後就偷偷暗戀他 然後因為我是那種 我談戀愛 我喜歡一個男生 我是絕對不會講的 我就會默默放在心裡 我也不會表現出來 結果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高三那一年 那個學長竟然跟我告白 然後我就覺得 好棒喔 就怎麼我喜歡的人 竟然也喜歡我 哇 對 就是一種很震驚 我也沒做什麼什麼 他就喜歡我了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開始 可能出去啊 約會啊 但是最後沒有在一起 是因為我大學念設計嘛 所以他不太懂 為什麼我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學校裡面 連約我吃飯都非常的難 他就不太能理解 所以他最後我們就大吵了一下 然後就沒有下文 然後直到有一年暑假 那個時候我休學 我覺得我的心 好像心態不太對 覺得很低潮 他突然出現 然後每天半夜都會來敲我的門 就是我不想要見任何人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說我陪你沒關係 你就哭 我就一直陪著你 然後我出門我就覺得 就是他可能就安慰我啊 然後也沒有對我做什麼 我就覺得他就是默默守護在我身邊 很像 妳現在在氣這件事就對了 我沒有在氣 沒有 太柔軟了 我就是覺得他很像 心裡的那個大人哥 中央空調 不是 不是 他就是對我好 可是直到有一天 暑假快結束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封Facebook的訊息 說 妳說這個陪伴妳的這個 對 結果那個女生還是我以前的學妹 所以她是有女朋友的 後來她是跟我說 他們吵架已經分手了 可是女生的認知是 我們只是吵架 沒有要分開 大家各執一詞 我也不想去探究這件事情的真假 我只覺得說 沒關係妳就不要跟我 我就把訊息給他看 我就說妳自己處理 我們不要再聯絡了 但是這一段關係 就一直這樣牽扯十年 我們就不斷的碰到 後面他也 可能他沒有女朋友的時候 我有男朋友 然後我有男朋友的時候 我沒有男朋友的時候 他有女朋友 就是一直都是有一種 錯的時間 對 就是他就是那個對的人 他也覺得我是那個對的人 我們的相處一切都非常好 可是就是沒有那個時間點 可以去讓我們相遇 然後是到去年底的時候 我們又聯絡了 然後他那次就跟我說 我真的很喜歡妳 我真的好想跟妳在一起 我就想說這十年內 還有一個人可以這麼愛我的 在這個世界上 可是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在一起 這段感情是直到我 看到他結婚 PO小孩的照片 超音波照的時候 我真的也覺得還好 我就覺得這是一段青春的過去 我反而是就是真心的覺得 我很為他感到開心很祝福 就是沒有那種很失落的感覺 那是屬於妳們的小時代 對 我們聊到那個歌曲啦 那個以心也有 屬於他的這個失戀 會聽的歌曲 對 就是因為我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滿常遇到那種喜歡 但是真的最後沒有在一起的這種 妳情路算坎坷的那一種對不對 滿坎坷的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世上沒有在相處 可是我人看多的 我發現我漸漸可以從這個人的面向 我可以感應磁場 我每次在節目中 不是講某某女藝人 他很準 我說他就屬於情路坎坷的臉 對 每次我都覺得他好像 跟他們有私交 後來細分之下 果真就是情路坎坷 你怎麼看 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具體去講 就是當然先天一定 基礎條件一定是漂亮 漂亮就會坎坷 所以古人說紅顏薄命 我曾經這樣去想過 漂亮的人誘惑多 就追求的人會多 好 那我很漂亮對不對 我不會去接受那一種 務實有個性的人 就會被花言巧語 甜言蜜語的人所吸引 那甜言蜜語 花言巧語 大多都是渣男 所以年紀輕輕的 就被渣男所騙 那再講回來 那什麼樣的人會被渣男騙 渣男也看人的 渣男不會去騙那些落歌說歌的 他一定要找漂亮的 對不對 所以 沒錯 紅顏薄命 古時候是這樣講 現代社會長得漂亮的 情路就坎坷 然後你注意看 像我們每年主持 那麼多尾牙對不對 我們由上往下看 董事長 董娘 董娘都有特殊的氣息在 全台灣所有的董娘 當然都是不同人 但是長得掉掉都很像 略為有點風雨 笑口常開 大概都是中庸美女 甚至中上都稱不上 大概都中庸 你這樣有辦法接我嗎 不要接我 滿擔心的 有剪掉 真的要說重醬 原來重醬 不能講庸 就中等美女 就中等美女 一坐下來 公關能力很強 來 芋蓮哥 來 這個魚很好吃 這空氣菜要不要幫妳夾一點 通通都是樂觀開朗的 然後有的女藝人 為什麼加入豪門多不幸 你知道嗎 那個吊吊 就跟你保證三年就會離婚的 因為她就是 虎包 就是仙氣很強對不對 仙氣很強 然後婆媳關係就出問題 然後叫她做個事 申亂不夠柔軟 哀聲嘆氣 這個怎麼會OK呢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見解 我懂 好有智慧 像美女一定嫁得好 為什麼呢 她廚藝這麼好 然後又會帶小孩 那老公不疼她要疼誰 我是 我廚藝是後來學的 對 那妳願意學 對 對啦 是啦 要願意付出 才會有得 才會有收穫 因為我就會覺得 我會一直遇到很多人 因為這首歌叫不搭 他們最後走走走 好像真的我們 對 妳好像都是timing 對 時間點緣分 就是在愛 兩個人在愛 都好像沒有辦法 真的搭在一起 就沒有一個結果 對 沒有結果 所以我就覺得這首歌 很適合我的感情路 OK 最近剛分手 前陣子剛分手 對 就是 被劈腿 被劈腿真的是滿難過的 那一定也是帥哥對不對 還好 好慘喔 帥哥 劈腿我們就認了 結果還是還好的那一種 傷口上傻耶 有時候這口氣會咽不下去 你知道嗎 會想不開耶 我有打給那個女的 唉唷 我覺得我很冷靜 我跟那個女生說 妳出去要玩 請不要亂玩 台北很小 世界很小 請妳看清楚 對 那她怎麼害妳 就這樣 沒有關係 會更好 真的 因為這個不適合的就不要了 物以類居 妳就不屬於他們一起 我跟妳講 讓他們在一起 古代人 鄉下的女生對不對 然後說要被送進宮裡面 哭得死去活來 因為她不曉得什麼宮 皇宮什麼是幹嘛的 因為她不知道 哭得一套無土 拜別父母 好難過 這些末日 後來進皇宮以後 就被選為皇后妃子這一種 榮華富貴 然後想說 現在生活這麼好 神經病 那我之前在哭什麼 感情的世界常常是這樣 關了一扇門 又開了另外一扇窗 窗外又有藍天 生命還會幫自己找出國 還有鳥在飛 對 我 他可以聞到彩虹嗎 我跟妳講 兩年後 妳再回想今天 哭什麼哭 為什麼呢 妳因為已經有一個 愛妳的男人了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了 對 常常就是這樣 很好 祝福妳 好 謝謝 那我跟妳講 妳講了時間點 我們都一直講時間 一直在講好時間這件事情 時間點妳不能被動 就是有的人 太相信命妳知道嗎 對 他一把音樂老以後 他就相信 他人在家中做 那個白馬王子 會從他的那個窗戶跳進來 不會 那個有時候機會是自己創造的 創造 要 沒錯 長聚會 出去走一走 要為自己製造機 要拓展妳的 對 拓展妳的交友圈 對 拓展妳的 要有好心情 才會有好事情 對 對 現在有很多社團 什麼登山 要打破一下原本的生活狀態 就不要待在舒適圈 可能去露營 或是參加一些 爬山 不敢去做的活動 來教會 教會在做這些事怎麼辦 我平常都在做這些事 可是妳不能跟同一批的人 妳要拓展 換個 新朋友 要換人 就應該說 一開始交友一定很尷尬 但是就要硬去適應那個尷尬 才有辦法認識不同領域的人 對 要是這樣子